美國一位高級情報官員說 如果伊朗因為核活動遭到襲擊 他將會作出回應 但伊朗不可能首先或有意挑起衝突 美國國防部情報局主任 羅納德·吉伯斯中將作出了這個評估 他週四在國會參議院一個聽證會上說 如果伊朗受到襲擊 他可能關閉霍爾木茲海峽作為回應 並且向美軍和在該地區的盟友發射導彈 伯吉斯說 據上以斯利還沒有作出襲擊伊朗的決定 很多國家相信 伊朗在利用民用的核項目作為掩護發展核武器 以斯利領導人反覆警告說 必須阻止伊朗獲得核彈 以斯利國防部長巴拉克星期四 在東京呼籲加強對伊朗的制裁 巴拉克說 雖然目前的制裁對伊朗官員產生了影響 但有必要進一步採取行動 美國星期三低調應對伊朗宣稱 是項目取得進展的說法 美國說 德克蘭感到國際制裁的壓力 企圖轉移外間對伊朗日益嚴重的外交孤立的關注 伊朗表示安裝了一台用於濃縮有的新一代離心機 伊朗宣稱 出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